太残暴了 如果见识来时 舍身救下一个女孩 为了表示感谢 女孩将她带到卫军军营 用剑换取一些粮食 却不料卫军改了主意 欲将他们强行冲军 孙并正要与之理论 女孩却脱口说出她是孙并 卫军将士纷纷叩拜 将军更是以死相逼 求他出谋划策 助其攻破齐军 心地善良的孙并 跟着来到两军阵前 可看到齐军将领的一刻 他却内心一颤 卫军诶骗她 说女子名叫田兮 是齐国名将田稷的女儿 虽然长得甚是美丽 却生性残暴 酷爱滥杀无辜 孙并信以为真 盯着池水反射的日光 他想到一道妙计 五十下风天狗十日 卫军可借机划草下山 他们偷偷潜入齐军营帐 扎了个措手不及 带到田兮发现异常 身旁的将士已昏如细索 他只好拔剑营战 又一时分不清敌我 注意 听到将军猙獰的呼喊 孙并这才意识到 自己帮错了人 趁卫军忙于公敌 他逃到悬崖边 却还是被追上 他只能舍命一搏 跳崖逃生 田兮也突出重围 可整直精锐皆损时殆尽 他清楚这不是卫军能想出的计谋 定是背后有高人相助 经过多方打探 得知是孙并出谋划策 几经走访 终于拦下孙并 孙并 你叫我吗 没等他反应过来 已经被马车带走 再醒来时 到了齐国境内 齐王恭敬地向他鞠躬 大齐国君再次迎候 秦先生速速下车拜见 如此卑躬屈膝 他却不为所动 抓他回来的田兮实在看不下去 他掀开帘子 把人拽了下来 此时孙并已经满脸伤痕 结枉莽问何人所为 孙并看了眼旁边的田兮 却谎称是猛兽袭击 齐王会心一笑 恭敬地请他上殿 要封他为国师 可孙并却蜿蜒拒绝 因为师父说过 他们不可以登堂入室 虽然师兄旁娟当了魏国将军 但他孙并还是不敢有为师命 话已至此 齐王也不便强求 看他对田兮多有倾慕 于是齐王顺水推收 让他做了田府的门客 既能为齐国出谋划策 又不算有为师命 孙并自是喜不自胜 可田兮却不堪其扰 他只想用孙并换回父亲田兮 如今心愿达成 便一把将孙并推入水中 灭灭他的傲气 可孙并半天都没浮出水面 田兮慌了 急忙凑到水边 田兮浑身湿透 更是气不大一处来 他拎着一根铁棍 闯入孙并房中 一阵惨叫过后 孙并含泪说出 太残暴了 师兄 师兄别走 我害怕 师兄别 他被暗成刑台 太监举着小刀 对准他的身下 别害怕 一会就好了啊 太监将病骨送到师兄面前 师兄看都没看 只问师弟有没有交出兵法 得知孙并宁死不从 他只好亲自进入刑房 没事 被送兵法吧 我交付给你 但一怒之下 又命人挖掉另一块病骨 孙并自死成了残废 也和师兄结下深仇 他们同败于鬼谷子门下 师兄庞娟违背施命 到魏国当了将军 师弟孙并也被迫入室 在齐国当田击的门客 乱世纷争不断 百姓民不聊生 诸国居于河落 购商挺战之法 唯独魏王称病 命庞娟带起出面 诸侯争治不下 很快又吵过一团 这时周天子出了个妙计 赢的一方便可瓜分成池 输的一方则自愿各地 得知消息的田兮 主动带着孙并赶往会场 还带上了骏马迪卢 预祝其王一臂之礼 再次见到师兄 孙并高兴不已 他们如同孩童一般 相互捶胸嬉戏 可旁边的田兮 却隐隐察觉不对 当初打探孙并消息时 正是旁军派人阻拦 甚至不惜派出杀手 欲将孙并杀之灭口 可他也知道 现在说出此事 孙并不会相信 次日赛马比赛正式开始 骑国要和魏国对阵 田兮以为有迪卢在手 便可稳操胜券 可他来到马厩 迪卢竟被人毒害 孙并发现这是魏国的手笔 便想亲自驾马上阵 没了最强的迪卢 只能用弱马对强马 强马对中马 中马对弱马 三局两胜 或许能赢 可田兮清楚骑国战马的实力 最多和魏国打个平手 孙并却安慰他 自己精通马术 亲自上阵 定能赢的比赛 随着鞭子麾下 两驾马车并驾齐驱 骑国战马果然不如魏国 孙并暂时落了下风 可很快 他凭借精湛的技术 从弯道反超魏马 魏国将士使用轨迹 去撞向孙并 孙并也不再顾忌 调转马头 将魏军撞出赛道 虽然孙并赢了比赛 但车轮在撞击中受损 战马不肯停下 马车翻倒在地 孙并被甩飞了出去 田兮急忙翻越围栏 跑到孙并身边 但他已经昏迷不醒 入夜 旁娟带兵围住驿站 要将抢出赛马之策的孙并 抓回魏国 孙并却执意为 师兄顾及情谊 要请他去魏国做客 可田兮自始不肯 拔出宝剑 和魏军缠斗在一起 这时齐王赶到 以齐魏编程等价交换 将孙并送给旁娟 却不知此去魏国 竟会害得孙并失去双腿 胖子抡起巨腹 斩下一颗血西瓜 男人没被吓住 反而狂笑不止 刽子手挥舞巨腹 瞄准他的脑袋 看来孙并 他真的疯了 他被师兄带回魏国 本以为可以以兄弟合力 在魏国大展拳脚 却不想旁娟嫉妒他的才华 设计让他默写兵书 又在魏王面前偷梁换处 将孙并害入牢狱 这时旁娟露出狐狸尾巴 他想要师父给孙并的绝世兵法 孙并知道他心术不正 并不肯居从 他便命人施以并行 弄断他的双腿 可旁娟的妹妹旁婉 自幼和孙并青梅竹马 虽然成了魏王的嫔妃 心里却还有孙并 见不得他受此极刑 便向魏王求情 得以去监狱探望 他把偷来的钥匙交给孙并 想帮他逃出地狱 孙并却非常清楚 旁娟不会轻易放过他 他只有装疯卖傻 才能逃过一劫 他将钥匙吞入口中 又故意咬掉狱卒的耳朵 可这些行径 却无法获得旁娟的信任 直到巨幅披披到头上 身下饮尿了一滩 他却依然狂笑不止 旁娟这才将信将疑 命人将他扔上大街 众人都以为他真的疯了 只有旁娟留下暗卫悄悄观察 旁婉私下找到田兮 希望能将孙并救回齐国 他和孙并互生倾诉 自是非常愿意 他们在宴会上 以舞蹈作为演示 在袖子里交换了情报 田兮本想要替身暗度神仓 却不料孙并还在装疯卖傻 抱着树不肯离看 旁娟将他带回府上 田兮只好强闯将军府救人 可他们很快被侍卫包围 因为他是齐国使舍 没有救走孙并 旁娟也一时拿他无可奈何 这时属下来报 孙并被人救走 旁娟这才发现 中了吊虎离山之际 他紧追慢赶 眼看要到其位边境 他急忙驾起弓箭 射中车上的孙并 田兮也被拦下 然而车上之人 却并非孙并 齐军开门应战 旁娟不敢贸然行事 只能愤愤退兵 马车回到齐国 车下的孙并才露出身影 旁娟这才发现 又被孙并摆了一道 虽然齐王以礼相待 但双腿残疾的孙并却心灰意冷 他无意参与乱世纷争 甚至想到一死了事 奈何事与愿违 齐国突发地震 水池竟被震塌 孙并意外活了下来 为了让他重振旗鼓 田兮带他去看 受战争摧残的百姓 没想到百姓中也有卫国细索 自杀孙并未遂 却激起他复仇的信念 即位交战 孙并与庞娟一决沙场 可齐军兵力不敌卫国 此战不可应拼 然而这正是精通兵法的孙并 最擅长之处 他派出一对将士 在正面与卫军对质 随后又亲戚书信 命人交与庞婉 信上尽使兄弟情谊 愿庞婉劝服庞娟 可信却被魏王看到 他执意为这是孙并的计谋 执意让庞娟出兵突袭 而孙并早已埋伏在必经之路 魏军在雪中浩浩荡荡 却被一棵断树拦住 上面刻着 庞娟死于此处下 这正是孙并最后的提示 庞娟却却不以为意 依然带着军队 闯进埋伏圈里 齐国将军发号示令 无数巨石顺着山坡滚落 面对突然袭击 魏军毫无招架之力 仅仅片刻时间 就以死伤无数 心有不甘的旁娟 却还在向着山顶大喊 顾及师兄弟的情分 孙并想给他留一线生机 可身旁的将军 却割断绳索 巨石滚滚下落 魏军全军覆没 孙并赢了战争 却输给了人心 从他下山时起 就应该知道 天下纷争 只有利益 不讲人性 此时孙并幡然醒悟 只要自己还留在世上 就会有人因他而死 思考过后 他做出艰难的决定 撑起身子 跳入万丈悬崖 临死前 他看到一袭红衣的田兮 能在爱人面前陨落 他此生足矣